欢迎回到玩摩会分享时间 我是大圣 今天我们一起来玩的是由 Wartos出品的万能侠系列 王者荣耀鲁班7号 那这款玩具呢 是我个人非常期待的 所以不废话 我们直接从外包装看起 整个外包装的一个大小呢 和之前介绍的异形大小是一样的 这一面呢 采用一个开天窗的样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玩具的本体 这一侧呢 是一个玩具本体的一个照片 MB04 鲁班7号Wartos的一个标志 机关造物应该是他的一个皮肤 王者荣耀的一个标志 这一次值得说的是 腾讯互动娱乐授权 也就是这是腾讯旗下授权的一个玩具 顶端部分是有鲁班7号的一个技能介绍 火力压制和河豚手雷 左右两侧呢 各是英文的Wartos的盒子字样 和这个技能输出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款玩具呢 在游戏中是一个射手的职业 所以呢 整个射手的一个输出 还是非常高的 那后面呢 是一个产品信息 在此呢 不多做累赘 那整个玩具呢 还有一个直制品 直制品呢 正面就是一个玩具截图中 这个鲁班7号的一个样子 还有一个二维码 可以扫描 看一下变形视频 整个的玩具呢 由于变形非常简单 所以呢 细节讲的也是非常到位的 但是有一点呢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能接受 一会儿跟大家做一个展示 盒子方面呢 这一次呢 是一个普通的盒子 为什么说普通盒子呢 我觉得 一行是一个 有颜色的盒子 如果王者荣耀系列 能做成一个 跟角色比较相关的盒子的话 或许会更好一些 那么不多废话 我们直接来从玩具主体上看起 这款玩具 拿到手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整体的一个玩具呢 手感来说 还是比较紧实的 变成盒子的一个感觉呢 我们一会儿再来卖一个关子 头顶的部分 左右的活动性是够的啊 如果把背包稍微往侧一些打的话 整个的头部可以做到一个 360的活动性 头雕的部分呢 眼睛 嘴巴 包括这个小腮红刻画的都是很细致 很可爱 很像游戏中的一个形象 两个扎天揪也是有一定的活动性啊 并且这个地方有一段的关节 这个和变形需要是有关系 顶部呢 也是有一些分色的处理 在这个位置 OK 那么整个大脑袋呢 是这样的 手臂部分呢 采用了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保证呢 它的活动性是非常给力的 并且手臂的部分 还是有一些分色的 这一侧的手臂呢 是没有佩戴造型手 而是直接换上了它的技能 河豚手雷 这个河豚手雷 是一个河豚的形象 整体的一个感觉 还是非常Q的 在河豚的底部呢 还是有些分色 这个分色我个人是很喜欢 整个的玩具 看起来很鲜亮 还有另一个配件呢 是按动河豚手雷 底部黑色的部件 可以弹出来的一个子弹 那我们不需要管它 整个一会儿呢 再把子弹 给大家做一个变形展示 另一只手呢 是有一个手部的形象 并且呢 结合位点呢 也是一个球形关节 在把玩的时候 活动性还是非常给力的 手腕的部分呢 有一个30的旋转 这个比较难得啊 但是这一款玩具的手腕部分旋转 也是根据变形需要 另一个武器呢 就是它的所谓的火力压制 这个火力压制呢 更像一个龙头 并且嘴部可以打开 嘴部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炮管 整个的头雕部分 非常可爱的那种小龙头 这个龙脚的部分 有一定的活动性 这个龙脚的部分 也有一定的活动性 从侧面来看呢 这一侧还是有一个 灰黑色的一个部件 但是我这款玩具呢 给大家拉近来看一看 在这个位置啊 我这个龙脚的涂装 是略微有些意气的 但是问题不大啊 所以呢 不需要管它 腿部的部分呢 这个位置呢 要让一些背包 可以前踢 后踢 包括侧踢 有一定的活动性 屈膝呢 可以达到一定的活动性 但是对于这款 变形类的小潮玩来说 这个变形的活动性来说 还是比较够的 脚部的部分 是一个球形关节 这么大的一个脚掌 活动性还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手上这款脚掌呢 真的是非常紧啊 那不得不吐槽 正面的一个人物形象 非常饱满 但是翻到背面 一一 它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背包 确实也是 没办法接受的 但是毕竟这款玩具 还是要变成盒子的 所以呢 这么大的一个背包 还是在情理范围之内的 背包上面呢 是有一些细节的分色 整个的这个图纹 看起来的样子 还是非常好看 侧面呢 有一个07的标志 OK 那我不废话 我们就开始 这款玩具的一个变形 首先呢 把背包给它展开 左右两侧 有一个滑槽关节 并且呢 把上面的这个 小方形 给它放下来 从顶部来看呢 可以看到一个小突 因为它放下来之后呢 把这个小突 阻隔上去 所以呢 它收不回去啊 这个设计呢 还是很巧妙的 然后呢 我们先来把腿部 做一个变形 首先 我们把这个脚掌的部分 和连同这个腿部 做一个望里的收纳啊 这个尽量望里收 这个还是比较紧的 脚掌 大家在变形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些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有一只脚掌 有一个凸 里面 另一只脚掌 有一个凹 这个凸和凹洞呢 一定要旋转过来 进行一个对折 对折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侧背包 是各有一个小小的卡扣的 这个卡扣呢 虽然小 但是有一些薄啊 所以在结合的时候 还是要小心一些 不要 嗯 不要给它弄悲剧的啊 把这些地方稍稍调整一些 这个位置也是一样啊 调整一下 给它结合上去 OK 整个的脚掌 这一面呢 就结合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变形 这个手臂的另一侧啊 首先呢 我们先把手掌的部分 调整一下 调整之后呢 把腿部啊 尽量的往里收 往里收 收到一定的程度 它才好结合啊 可以 可以看到啊 这个 手炮的部分 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凸 这个凸呢 是要和 是要和 脚部内侧 有一个凹洞啊 这个凹洞 凸 要和凹洞进行一个 结合啊 这个 炮筒的地方 给它 给它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 好 卡住 好 这一侧呢 就卡住了 卡住之后呢 整个造型是这个样子 看起来还是不是 有点意思啊 然后呢 这一侧的火力压制呢 我们要做一个变形 变形的一个步骤呢 还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把龙角的地方 提起来 这一侧的龙角提起来 整个这个部分 也提起来 这个部分提起来 那整个的变形 就完成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确实还有一些 像这个三角龙啊 不知道这个模具 可不会开发一个 三角龙的模具啊 整个呢 把这个武器呢 再插进 它的手臂上 OK 那么还是一样啊 可以看 手臂的这一侧 也是有个凸 这个凸点呢 还是要和 我们的这个凹洞啊 凹和凸 还是要进行密合的 密合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龙头的部分 给它调整 再结合呢 就是它的大脑袋 这个大脑袋部分呢 尽量就往里收 收完之后呢 把这两个 昨天的揪 给它往下拉 往下拉 之后我们可以看 昨天呢 就是这个地方 是有一个卡扣 一个凹槽 这个地方是有一个凸 凹和凸 我们把它密合 这一侧也是进行一个密合 那整个盒子呢 我能说 它就已经算是变形完成了 再把我们之前的这个 弹出来的小弹射 做一个变形 我们把它收纳 收纳之后呢 你没有看错 这就是我想要吐槽的一个点啊 直接把这个玩具啊 收到这个位置 就OK了 没有任何卡扣 那整个的盒子的形象来说 完整性呢 我只能说 这个面和这个面 这个面 还有这个面 还是能看的 但是这一个面和这个面啊 实在是无力吐槽 尤其是这么随意的一个收纳来说 这款玩具的盒子形态 我个人觉得稍微有些勉强啊 但是呢 由于设计师要兼顾人形 和这个盒子形态来说 这款玩具 我还是能理解的 但是这款玩具呢 我觉得我不会去给各位展示它的变形 因为我觉得人形呢 就特别符合我 最后呢 把它家惯有的这个小盒子啊 拿出来 把这个人物给它收进去 那整体的玩具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那今天的视频啊 我们也就聊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的视频空间 也可以扫描下视频下方的二维码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